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蛋糕有非常非常特别的材料哦 大家好奇吗 那就赶紧开始吧 Go 现在就来介绍一下制作起司蛋糕的材料吧 奶油奶酪 黑巧克力 白巧克力 蛋黄 白砂糖 吉利丁粉 柠檬汁 牛奶和奶油的混合液 首先呢我们要把吉利丁粉倒入温水当中 然后呢搅拌 但是呢吉利丁粉不太容易呢融化在这里面 所以呢我们要拿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20秒 好 现在呢已经在微波炉里面加热回来了 已经完全融化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奶油奶酪全部放进去 然后呢 白砂糖 全部放进去 然后呢两个蛋黄 放进去 这个呢是牛奶和奶油的混合液 也全部都倒进去 最后呢要加这个柠檬酸 我们大概挤五次好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接下来呢 就是小林说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起司蛋糕的秘密武器了 那就是 大家的点赞 哈哈哈哈 因为待会呢 我要用这个搅拌器呢 来搅拌它 如果没有大家的点赞的话 就做不到哦 大家呢要用点赞的力量 让这个搅拌机获得力量 再给我点一点赞吧 哦 好了我觉得现在呢 点赞的数量已经非常好了 那现在呢小林获得了力量 要来 转一下这个搅拌机吗 哦 大家的点赞力量非常棒 好 现在呢 放进去 搅拌 哇 哇 那大家知道我们的大眼怪麦克 是什么颜色的吗 没错就是绿色 那怎么让我们的这个起司蛋糕 变成绿色的呢 没错 答案就是三号绿茶粉 绿茶粉来了 我最喜欢抹茶的一切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放一勺进去 再放一勺 先搅拌看看 哇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倒到这个蛋糕模具里面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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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现在呢已经把蛋糕叶呢倒进去了 接下来呢就是要拿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的抹茶起司蛋糕就形成哦 大家期待一下吧 哦 现在呢因为要等两个小时嘛 不然我们就先来做大眼柜的眼睛和嘴巴怎么样 好那要准备的呢就是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了 首先呢先做眼睛 先用到白色巧克力 然后呢在这个纸上呢把它弄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圆形 好要等它呢稍微干一下我们再做这个眼球的部分 所以我们先来做嘴巴吧 好了现在呢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大家都知道大眼怪麦克呢绿色是它的代表色对不对 所以我们它的眼睛里面也有一点点绿色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就是放了抹茶的白巧克力 给它画一个圆圆的 我们麦克的绿色的眼球的部分就基本上做好了 现在呢是黑眼球的部分我们要用黑巧克力画圆一点 登登 最后呢眼睛里面还有光对不对 登登 我们拿一个小小的白色糖果 放到这个黑眼珠的上面 登登 眼睛是不是炯炯有神了呢 接下来呢是非常重要的牙齿的部分 哦犯了一点点小失误 应该在它干之前呢赶紧拿这个牙签这样把它连接起来的 没事没事 我们重新用这个来连接好了 怪兽大学的麦克它的牙齿也已经做好了 两个小时终于过去了 我的抹茶起司蛋糕形成的非常好 好感动啊 现在呢我要把它倒到盘子里面了 出来了出来了 哦 哦 那现在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大眼怪 刚刚做好它的眼睛跟嘴巴呢 贴上去了 啾 啾 啾 哇我真的是对我自己的这个作品非常满意 而且我刚刚倒出来的时候不是有点往下面了吗 所以就找了几块巧克力给它写上了麦克 反而变得非常和谐了 我觉得现在还好一点 啊不过看到这个我也好想吃哦 所以我偷偷准备了 小的大眼怪麦克起司蛋糕 所以呢这个呢是给我的小顾客的 那这个呢就我自己来尝了 一勺下来 味道也太棒了吧 我觉得做的这个是真的是入口就化掉了那种 它虽然没有那种面面的感觉 感觉有点像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果冻 有一点点像果冻 但是又比果冻稍微绵一点 好了今天呢小林就跟大家一起制作了大眼怪麦克起司蛋糕 怎么样大家看的还有趣吗 那这个蛋糕里面究竟放了什么特别的材料呢 知道的朋友不要忘了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最重要的是你想要跟林可家族更多的互动 不要忘记来小林玩具APP哦 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我叫郑文文 小林姐姐我喜欢所有人 我妈妈很喜欢三妹儿 这边还有妈妈的一个小纸条了 说的是 孩子非常非常喜欢你们 请在节目中读下她的信件吧 谢谢 我其实也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我爱马树昆昆 夏天小林和月儿 谢谢这位妈妈 哦我们的小朋友 哦 照片 各位亲爱的小枫林们 如果你们有话想要对林可家族说的话 可以写信到下面的地址哦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